關於感恩節的由來 最廣為流傳的版本是1621年 剛剛踏上北美新大陸的英國清教徒 和當地的印第安人 共同舉行抽收成宴 感謝印第安人幫助他們聽過最艱難的第一年 其實美國感恩節的淵源 還吻含了更加深刻對神的感恩 1789年 美國剛剛建立聯邦政府 首任總統華盛頓 發布的第一道總統公告 就是呼籲設立一個全國性的公眾感恩節和祈禱日 華盛頓總統在公告中說 感恩全能的神 眾多而有顯著的賜語 賜比眾人和平的良機 建立政府 得以享受平安幸福 1863年 在美國內戰最慘烈的國底斯堡戰役結束武器內 林肯總統首次宣布 將11月份的最後一個星期四定為感恩節 林肯總統在感恩節宣言中說 我們應當在神的面前懺悔 真正的懺悔 會帶來憐憫和寬恕 遵從神的國家必定會得到祝福 建一個繁殖你要有大好地基 如果只是表面上的一個現正的框架 還是不夠的 真正能夠讓美國強大的都是這些偉大的總統 他們重新把信仰 擺在一個非常非常關鍵的位置 1941年 小羅斯福總統簽署國會決議 正式將感恩節的日期從11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四 改為11月的第四個星期四 也就是今天的感恩節日期 小羅斯福總統將感恩節提前 是希望能令到零售商有更多的時間促銷 提振美國的經濟 現在感恩節已經成為一個 集信仰、家庭團聚、商業化於一體的節日 每逢這一天 美國舉國上下熱鬧非常 從1924年開始的梅西百貨遊行 是最著名的慶典 同時 城鄉時鎮到處都有化妝遊行 戲劇表演等 家人也會團聚在一起 享受以火雞為主的感恩節美食 而隔守傳統的基督徒 在這一天 會按習俗前往教堂做感恩節徒告 學會表演 三天 一天 兩天 二天 二天 三天 三天 二天 三天